念大学做什么 欢迎来到Hello大夜 Hello大夜带你探索学习的世界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我是主持人Coco 学用落差是企业与学界共同关心的课题 数位时代来临 学习不再局限于书本 今天的Hello大夜要和大家一起来探讨 老师该如何运用数位工具创新教学 反转学生对学习的想象 这一集节目邀请到大业大学教学资源中心 郑孟玉主任 郑主任连续四年获得教学实践研究计划奖助 并且主持过五门教育部的摩克斯计划 对于创新教学与数位教学有丰富的经验 期待他今天的分享 欢迎郑主任 主持人还有各位正在收听 Hello大夜的观众朋友大家好 我是财务金融学系 郑孟玉老师人称耿王 所以就是上课的时候耿很多 踩一点把学生耿死的郑孟玉 原来郑老师是德州电剧 作文 故音乐 今年都獲得教育部獎助 請問主任在教學現場觀察到哪些問題 這幾年的計畫又是如何運用新的媒材 來引導學生學期 我的確是梗梗梗梗梗 但是就是從以前的殺手級的 然後變成現在的狗魔王 以前殺手級是因為我教會計 啊會計的話是商管學群的三大魔王之一 會計 快快忘記 統計 統統忘記 經濟 當然就是經常忘記 所以會計是大家的魔咒 那因此在所有的課程裡面 會計的盪率當然是最高 所以那時候我就是那個 剛剛我們主持人所講的 然後後來發現說 這樣子的教法不適合不適宜 我們必須去做一個轉換 所以就變成說我們要找梗 來讓學生知道這個梗 跟自己有什麼關係 這個梗有什麼好玩的地方 那因此在我自己的教學現場裡面 我就開始做這個變化 但是這個變化在近期 你可以觀察到說 我們的學生的學習特性不一樣了 為什麼學習特性不一樣呢 各位 你家的小孩 是看你還是看手機 當然是看手機 是叫你爸爸 但是他是把手機 當作爸爸在保護 所以你想現在的小孩 都已經有這樣子的轉變了 那我們的教學現場 是不是也來做個轉變呢 那這個就是我所講到的 如何變 其實老師的一個小改變 就是學生的一大進步 那因此我就去想 在我的會計現場裡面 難道我只能用 以前老師在帶我的方式 就是被多分嗎 被多分被久了 只要用到變化題 就被不出來了 那所以我們的解決能力 應變能力是最重要的 如果可以在學習的過程裡面 訓練學生這一些變化 那對學生才是最有幫助的 因此在我的教學現場裡面 我就透過了所謂的數位學習 我們來培養學生的自學能力 因為以後出去就業 老闆不會跟你講說 你該怎麼做 你必須自己去爬文 你必須自己去Google 你必須到YouTube裡面 去學一些東西 那這些東西都是來自於自學能力 那另外我也透過我的課程裡面 讓他們自己去製作教學影片 為什麼要做製作教學影片 背不代表懂 但是有辦法聽完老師講 然後自己做成影片去教別人 那個才是真正的懂 所以我就利用了這樣子的一個素材 來做我的課程的轉變 另外考量到學生就是手機世界的人 所以我就要當魔王 我要把他們吸引在我們的手機上面 所以我也把手機拿進來做課程的運用 那以上就是我在做教學實驗研究的時候 所想到的一些轉變方式 鄭老師帶財經器任教 開設會計等課程 會計課程是很多學生心中的大魔王 請教老師是如何透過課程設計 讓會計課變有趣呢 我們要想的一件事情就是 我們一定要把教室放在一個冷冰冰的建築物裡面呢 教室可不可以在廣場 教室可不可以在建築物以外 我去年的教學實驗研究就是做了這件事 我把學生帶到我們學校的烏龜池前面 然後讓學生透過了彩色筆 透過海報還有我做的教具 去執行我所要求的東西 那這個東西就變成了是一個 遊戲化的一個學習 在這個過程裡面學生要懂 學生要競賽 為什麼我的 我的領主就是我隔壁的那一組 他做的比我快 那我們要怎麼去贏過他 這就是一個競爭 那透過競爭去刺激學生的學習 我覺得這個也是一個 可以讓會計課程又學到東西又有趣 但是我相信有很多老師都會認為說 這樣子真的可以學到東西嗎 那你去看學生的表現 學生在問卷上面所陳述的 就是說以前他覺得會計是一個枯燥 是一個無謂的一個課程 那為什麼他們會知道 因為他們大一怎麼會知道會計是無謂的課程 因為去問了同學去問了學長姐 他們就說會計好無聊 那因此我們就把無聊變成有聊 可以讓他們去聊天去聊內容 所以在我的課程裡面 他們要製作大海報 把所看到的東西製作成海報 然後上台去做發表 試問大家 在做海報的過程 我要不要去討論 我要不要去找資料 我要不要去重整我找到的資料 我要不要問對方說 欸這一句話是什麼意思 都要啊 所以讓他們自己去透過自己的一個能力 去組織自己已經知道的知識 這個就是未來出社會之後 他們可以用到的一個能力 他們這些能力都可以協助他們 達到真正的解決問題 因為他們知道去哪裡找資料 他們知道要怎麼去跟人家討論 他們知道我怎麼表達出我的東西 所以這個就是在課程裡面 我們把它融入進去 讓他們透過非正式的一個學習 而是一個活動式的學習 但是教學的內容 課程的內容都在裡面 因此這一門課程 當然就會變得很有趣了 不只是教學實踐研究計畫 鄭主任也執行過多次 教育部摩克斯計畫 開設了財務會計 創業成本等線上課程 提供大家免費進修 請問鄭主任當時 為什麼會想開這些課程 希望透過課程 給予學員哪些帶著走的能力 其實這個是誤打誤撞 因為我其實應該說 從我剛開始教書的時候 我就想做一件事情 因為以前老師都沒有幫我做這件事情 老師我沒有在抱怨你 如果有你聽到的話 不能怪我 因為上課的時候 老師講完就結束了 那我沒有辦法去repeat 我沒有辦法舉手 叫老師你講三次 因為很重要 那我就會被打 那當我自己在當老師的時候 我覺得或許我可以幫學生留下一些紀錄 我可以讓學生知道說 今天講的內容有哪一些不懂的地方 可以重新的去做倒帶 然後再重新聽一次 倒帶十次 倒帶五次 然後語速加快或者是語速加慢 什麼叫語速加快 以下我就呈現一下什麼叫語速加快 語速加快就是現在我所講的 我很快速的告訴大家一些問題 同學如果已經知道這個答案的時候 他就可以用這樣子的方式去做複習 但是如果同學呢 他沒有辦法了解 他就可以把語速變慢 那這時候他就可以慢慢的聽老師在講什麼 然後順便做筆記 這樣子的一個工具何樂而不為 而且可以減少我老師很多的一個負擔 因為學生不會 他可以去看影片 啊其實說實在的就是偷懶 結果哪知道偷懶 偷一偷之後 教育部要做摩克斯 那當初我也不知道什麼叫摩克斯 反正有計畫 學校就說去寫吧 那也很好 算好命嗎 還是我有實力我也不知道 之前都覺得自己好命 所以我過了 過了之後我就去做一些會計 還有創業的東西 為什麼會做這個 因為會計是大家覺得是最無聊的 那我對自己在上課的時候幽默 其實是有信心 所以我想把會計的內容 比較輕鬆化 然後創業是很多人的夢想 我很喜歡搗蛋 所以我要去破壞大家的夢想 其實創業沒有像大家所想像的這個樣子 所以我們就是做了這樣子的課程 那希望就是提供給我自己的學生去做這樣子的一個進修 那當然因為東西做出來了 那也提供給社會大眾做使用 因為資源就只有這樣子而已 那如果可以把它放大化 把它公益化 把它公共化 那這個才是一個最重要的一個目的 那希望學生能帶著手的能力 就是透過了這裡面 他可以知道財務會計是什麼 然後我在創業的時候 我需要知道我自己是否具足 或者是我需要再去加強什麼 那這一些課程的話 我們都希望學生有自選的能力 因為透過他固定的時間 養成習慣之後上線去看 然後我們會給他食物的題目去做解題 那希望的就是說他們了解食物的過程 然後也知道我們基本的財務知識 並具備了自我學習的能力 最後想請鄭主任談一下 老師如果想要投入創新教學 可以從哪些面向來開展 學生在數位學習時代應該如何擁抱改變 其實老師如果想投入創新教學 第一件事情 老師要知道自己現在的教法 是不足以應付學生的需求 那所以這個就是反思的能力 老師如果有這個反思的能力 他才會想要去做創新教學 如果老師自我感覺良好 我還是可以應付現在的一世代的學生 那這個就不用談 所以其實老師最主要是心態要先轉變 因為學生不一樣 老師為什麼會一成不變 那我遊走台灣所有的高教界 我就發現一件事 老師只會要求學生不會要求自己 最簡單的例子 只要去演講去分享的時候 你就可以看到老師是從最後一排往前做 但是在教室都要求學生要從第一排往後做 那你就可以知道 總是要求別人自己做不到 這個就是我們現在老師的一個心態 那如果老師真的要做創新教學 就要反思自己哪個地方有不足 我要去增加什麼東西 這樣子才有辦法做創新教學 那另外一個最重要的是 創新教學要站在學生的角度去思考 我要怎麼教 如果你沒有站在學生的角度去思考 你要怎麼教 那這一些東西都是枉然 為什麼 因為又是老師的一個本位主義 老師的本位主義 不會帶給學生學生願意的東西 不會帶給學生學生願意的東西 所以這種是老師必須去做的 那學生在數位時代應該如何擁抱改變 數位時代你看每一個人人手一支手機 但是手機在做什麼 手機在打電動 手機在聊天 手機在看影片 那我們只是擁有數位工具 但是還沒有進展到數位學習 這就是台灣目前落後人家很多的地方 人家手機拿起來就是在學習 一分鐘兩分鐘或者是三十秒 就是在做微學習 我們是把握時間 微talk 今天中午吃什麼 這個就是我們學生現在運用手機的方式 但是手機裡面有很多的資訊 手機因為5G時代來臨 查找東西越來越快速 所以學生今天有遇到問題 遇到一個關鍵字不清楚 其實都可以透過隨手可得的工具 手機進行資料的查找 那這個東西是學生應該要有的一個概念 而不是把手機拿來做玩樂 手機善用它 它可以讓我們學到很多的東西 所以不管是老師或者是同學都應該知道 手機可以做什麼樣子的學習 老師用手機來設計課程 同學用手機來學習知識 這樣子就是我們最完美的一個數位時代 老師和同學共同學習的一個時代 謝謝鄭孟宇主任分享精彩的實戰經驗 今天的節目到這邊告一段落 大家別忘了下個禮拜 繼續鎖定Hello大葉頻道 掰掰 掰掰 我在大葉每天都有清潔室 Hello大葉每個星期次 與你空中相會 歡迎訂閱我們的頻道 想要一手掌握大葉的大小事 也歡迎在Facebook、YouTube、追蹤大葉大學 或大葉人新聞網喔